你能相信一個號稱在私人小島上 跟超模共度的超奢華派對 變成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藝人現身 住在簡陋救災帳篷裡面的舉世笑柄嗎? 這不是虛構的電影情節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 今天要來帶各位認識 Fire 國王的豪華音樂節 一切都開始於一個看似前途無量的年輕創業家 Billy McFarland 他與歌手Jaro共同創辦了Fire這個APP 基本上就是Uber 只是不是用來叫計程車 而是用來預約藝人 這種事可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 只要你有那個錢 你可以請你最愛的歌手或是DJ 來你辦的活動或是派對上來表演 Billy與他的團隊想到了一個宣傳這個APP的絕佳點子 辦一個限定給少數人的奢華音樂節 不過用不了多久 全世界的人 就會知道有許多形容詞可以描述這個點子 絕佳絕對不是其中一個 他們買下了一個私人小島 還不只是任何一個小島 這曾經是大獨銷Pablo Escobar的小島 更重金禮聘全球頂尖超模來拍攝音樂節的廣告 這些超模的同時出現 在IG以及各大新聞媒體上造成一股旋風 他們在同一個地方是在做什麼 人們竊竊私語 負責宣傳的公司Fuck Jerry 更聯合了400個網紅同時 張貼一個神秘的橘色方塊 配上hashtag fire音樂節 廣告上線的當天 票就賣出了9成 包括他們推出的豪華別墅套組 跟名人共進早午餐 到最高級的25萬美金的私人遊艇 加上私人廚師套裝 不用說這成為眾人討論的焦點 所有人都期待這個有史以來最豪華的音樂節 但是這就是混亂開始的地方了 Billy請來的物流顧問表示 這個島上根本容納不下這麼多人 依照賣出的票數也就是5000多人 更別提完全沒有任何基礎建設 沒有排水沒有電力 但是這些麻煩都還可以處理對吧 至少在音樂節開始之前還有一些時間 不過麻煩不止於此 我們發現Billy其實根本沒有買下這個小島 他甚至連訂金都沒有付 而島嶼的主人之前還特別禁止FIRE團隊 在宣傳之中提到任何跟獨銷Pablo Escobar有關的事 但是他們在第一個宣傳就這麼做了 島主二話不說將他們提出這個小島 此時去音樂節剩下不到8個禮拜 他們必須尋找另外的地點舉辦 找了又找之後 終於來到巴哈馬最大人口最多的島嶼 大埃克蘇瑪 現在在宣傳之中所謂私人島嶼這部分 早已經不是事實了 不過至少現在有了基礎管道設施 這至少還值得慶祝 好死不死音樂節舉辦當週剛好遇上當地的返傳節 所以幾乎所有飯店和住宿都被訂走 於是這個團隊就愛家愛戶地詢問能不能借出房子 來充當他們賣給顧客所謂的豪華別墅 更扯的是他們用颶風的救災帳篷來充當所謂的舒適帳篷套票的住處 音樂節近在眼前而他們連基本的住宿都容納不下 要辦好一個音樂節至少要在一年之前就開始準備 然而Fire的核心團隊在不到兩個月前才上行 此時已經有少數人開始懷疑這個音樂節 一名男子創建了一個名為Fire騙局的推特帳號 甚至還搭飛機到當地拍下情況 但是並沒有得到太多迴響 Fire的團隊變本加厲 將地圖拿來修圖 讓這個活動看起來還是扮在孤立的小島上 實際上這只是一個有助人大導的其中一部分 更詭異的是音樂節的參加者收到了一封信 促使他們在音樂節參加周邊活動 或者購買食物用的電子手環上加值 說其他參加者平均加入了3000美金 為什麼已經花了這麼多錢買音樂節的門票 還要再花更多錢加值電子手環 許多人開始懷疑 但是毫不意外的也有不少人落入這個陷阱 更誇張的是當時的內部員工表示 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通訊設施 來支援這樣的電子手環系統 音樂節的前一天終於到來 此時精彩的部分終於來臨 當地開始下起了暴風雨 所有床墊都被禁止 泥巴流入帳篷內 本來就是一場災難的Fire音樂節 現在更是全然的回天法術 當天參加者搭飛機來到現場 本來號稱要載他們到當地的私人飛機 只是隨便貼了個商標的737飛機 來到現場之後更是毫無組織 參加者大排長龍 但是沒有人知道要在排什麼 行李也沒有行李排 就這樣一卡車一卡車運到現場 參加者得到的唯一回應就是自己去找個帳篷 於是混亂就這麼開始了 現場馬上就成為活生生的吃雞遊戲 每個人都急著搶物資 有人背了好幾個床墊 有人拿了十幾包衛生紙 有人還刻意去破壞別人的帳篷 這個音樂節 在出現任何一個音符之前 就已經是個全然的失敗 而當地工人因為拿不到錢 將FIRE團隊的員工作為人質要求付錢 甚至還直接動搓 Billy McFarlane不見蹤影 其他人也就這樣做鳥受散 之後Billy因為這次的詐騙 而被判5年徒刑 並且從此被禁止擔任任何公司的高層決策單位 不過他到時候肯定會重新崛起 可以肯定的是仍然會有人被騙 有些人大概認為這也沒什麼值得探究的 不過就是一個騙子呼嚨幾千人而已 不過對我來說事情絕對沒那麼簡單 讓這件事發生的真正罪魁禍首 是我們每一個人 撒小 你悄悄地問 我之前談過我2017十大電影之一 英格力上席 那不只是我當年最喜歡的電影之一 更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電影之一 可惜的是他被許多人忽略 講述一個IG迷妹為了接近他所沉迷的網紅而不擇手段 整片談論現代網路社會的執迷 以及社群媒體的虛假 而Fire音樂節這個災難 就是這種超真實社會後果的極致展現 已故當代哲學家Jean Baudrillard 提出了超真實Hyper Reality這個概念 也就是缺乏真實或是起源的現實 這是我在影片裡面第幾次引用Jean Baudrillard 好像有點太多次了 雖然他當時的超真實並不是特別指網路社會 但是在現代社會這個概念一發映照我們的日常生活 IG這個平台的崛起 代表人們重視的早已從實際的經驗 變成想像中的往往沒有實際價值的體驗 因為它圖片為主的本質 讓我們可以無腦的一直往下滑 隨便按個愛心 因為它濾鏡以及版面的設計 讓人們下意識之中就是要上傳美的事物 但是這些美以及不斷散發正能量的情緒 到底有幾成是真的 我之前談過刻意的正面情緒 也就是人們想要看到網路人士正向的一面 除非他們展現的負面情緒是有話題性的 或是能造成轟動的 而這種虛假的正能量 正是現在最嚴重的問題來源 我所指的問題就是炒作或是狂熱 所以你怎麼稱呼反正就是hype這個詞 這部紀錄片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 誰演出或是實物怎麼樣並不是重點 這個音樂節就像是在銷售一個夢想一個概念 人們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事物 即使別人呈現了合理的事實或是論點時 人們往往會拒絕相信這個新的觀點 在音樂節正式開始之前早已有許多不尋常之處 以及該讓人警鈴大響的預兆 但是因為這些網紅的宣傳 以及Fire團隊所塑造出這個美好幻想 許多人還是拒絕相信這個音樂節正在逐漸崩塌的事實 Billy McFarlane更大剌剌的說 我們是在銷售一個白日夢給平庸的魯蛇們 白日夢正是這一切的關鍵字 老實說你看到過多少目的純粹只是讓人拍照的活動 那些所謂的網美景點 你去過多少這種除了自拍以外沒有其他目的的活動 我們在乎的究竟是實際的體驗還是在IG上留下的照片 我們看著網路上的名人網紅開跑車住好宅 吃幾萬元大餐體驗豪華的什麼東西 但是這些影片或是照片 只不過是讓人更陶醉在追求虛幻的體驗之中 不斷地增強這個越來越難以戳破的絢麗泡泡 我們住在一個形象遠遠勝過內容的社會之中 而Fire正是個現代社會的完美展現 一個每個人都該思考的教訓 當然Billy是個少見的爛人 但是沒有現代社群媒體社會的加持 這種人不可能會站得住腳 對於許多人來說 我們所做的事 遠遠不及我們所呈現的表面重要 而就是因為人們急切地尋求這種表面光環 完全不深舉或是思考 才會讓Fire這種從頭到腳可疑至極的活動發生 不過最有趣的是 我在看完這部紀錄片之後 才發現這部紀錄片其中一個製作公司 是負責Fire的宣傳團隊Fuck Jerry 所以我們看到的究竟是真實的內幕 還是Fuck Jerry為了洗白自己所推出的作品 作為這部紀錄片的觀眾 也被他讓人無法移開目光的內幕給耍了嗎? 現在在看這部影片的你 該相信我輸的話嗎?